佛经里头有科学 华阴间谍 华藏世界品 世界成就品 那里头讲什么 讲宇宙的缘起 太空从哪来的 太空当中有这么多的星系 这么多的星球从哪来的 星球里头又有这么多的众生 有动物 有植物 有矿物 佛经上讲的科学 跟现代最新的科学 不谋而合 科学也走到这个方向了 宏观宇宙 太空物理 微观世界 两次理学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阿雷 科学家说 这个宇宙 只有三样东西 除这三样东西之外 一无所有 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能量 第二个是信息 第三个是物质 就像我们的万花筒一样 万花筒里面 只有三样东西 红的 黄的 蓝的 三个碎片 除智怪 什么都没有 你把它装在里头 转一转里头 后有变化无穷 这三样东西 佛经上说过了 现在科学家发现 能量啊 就是阿雷也的夜象 信息 就是阿雷也的转向 物质 是阿雷也的境界象 阿雷也的三系象 这三样东西 组成整个宇宙里面的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就这三样东西 变化出来的 新手大师 还原观上讲 畜生无尽 我学《欢迎观》的时候 这一句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怎么会畜生无尽 以后忽然想到 小时候玩的万花筒 不就是这个现象吗 我提了万花筒 就有很多朋友 给我收集了 大概我现在有 二三十个万花筒 大家找着送给我 这个原理你看 就这么简单 宇宙不复杀 这个니까